很多人都誤以為說什麼 我跟嬌嬌會是在一起 會是男女朋友 不是 我跟他不是 他會跟我不是 所以我一直都像嬌嬌的姊姊 想說當他結婚生小孩了 是 嗯 但是要繼續說下去嗎 沒有 我就要 也離婚了 聽說跟桃子不好 桃 跟桃子不好 首先這是確實 記者們知道我們大家彼此的 交情很好 那可能就會要去問 A C的事情 那所以A就回答了 嗯 C 這樣這樣這樣 我並不見得 我希望透過別人的嘴巴 讓記者知道 如果要知道來問我 這有話直說的 就是出道33年49歲的曹蘭 曹蘭 來不見得 我送你打火機啊 大家好 我們是快樂者 非常切貝花 我是包養啊 曹蘭17歲就踏進演藝圈 迎口條即加受製作人王君賞事 在華視連續續一代佳人中 飾演湯蘭花的丫鬟之後投入綜藝主持 點風時期一度被侍衛張曉燕接班人 那時候你幾有3萬吧 沒有神經病 大概3 40萬吧 錢人花 賣啊 她花了十幾二十萬出來 在鏡棚錄影 我買過她的紀錫本珠寶的牌子 是淡藍色的 我會買她的托克牌啦 會買她的口琴啊 我買這些幹嘛我不會吹口琴 就是有多少花多少吧 沒有存錢的這個概念 就該了吧現在 為了釋放壓力吧 比如說狂喝爛醉唱歌唱到聲音沙啞 然後在攝影棚吐還是幹嘛的 曹蘭用青春賺錢難受猜 負面情緒無觸發 終於在29歲那年做出重大決定 放棄事業遠走他鄉 有一次我們去了日本出外景 然後我認識我現在的男朋友 叫做騙鋼的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他也很過分 他就找了一間真正的日語學校 一開始的三個月壓力很大 是因為我每天都在背單子 這樣才可以趕得上他們的速度 有共和安全上的問題嗎 有一次還以為變態噴灑了精液在我身上 結果後來下了車之後 我趕快看一下哇塞什麼東西啊 最後曹蘭花了八年雪辰歸國 和騙鋼先生也穩定交往超過20年 戀愛保鮮的秘訣是 我們會一個禮拜就吃一餐飯 那我們大概見面的時間 大概就是晚上10點到12點之間吧 明明就在同一個屋簷下的遠距離戀愛 那如果說這樣子還會容易有摩擦 那也不容易 講完了耶 我們就做完了 報道 蘋果歡迎15周年 送你百元歲的米券 再抽10萬現金大獎 還有2018市集冠軍賽門票 現在就下載台灣蘋果日報APP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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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